如果你這個公式打完之後 然後快速點兩下 這個結果就OK了 但是這公式長這麼長 有沒有發現呢 裡面實際上最重要就是三個函數 哪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就是fine 第二個函數就是ifl 第三個函數就是mid 除了這三個函數以外 其他都是 除存格或者是哪個字而已 OK所以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他做出來馬上就OK了 大概其實不需要幾分鐘吧 可是如果說假如你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比如說這個地方 假如你不會 那你要怎麼做以前的做法 看到眼睛看到的 什麼 萬寧切Ctrl-C Ctrl-V 有沒有 Ctrl-C 那這宗教東路 有沒有 Ctrl-C Ctrl-V OK你不要覺得不可思考 其實在職場上還是很多人每天在 Ctrl-C Ctrl-V 那當然這樣就沒有 非常沒有效 明明有工具為什麼不用 不會用 所以我說 Excel如果說 你要真的會用 就是說你要能夠至少 對函數是非常了解的 像剛剛那個問題 你要馬上把那個公式寫出來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 得到剛剛的那個公式 我們可以推理 那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在萬寧街 宗孝東路 你可以先歸納一下 我要的資料 的前面可能是什麼字 萬寧街有沒有 前面是禮嘛 然後這邊 中層路 可能是零 所以 理論上應該是先零 再禮 另外還有一種情況是 沒有禮 有沒有像 宗孝東 吉林路 前面是區 所以它的邏輯應該是 其實它應該統一才對 如果要禮應該是 所有都要禮 問題是因為這個給的資料 它不同意 有的有禮 有的沒有禮 有的有禮 有的沒有禮 有的有 另外就是所有都有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 一定先找哪一個 先找零 OK 也就是說 我們先找找看 有沒有零這個字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說我將來用MID的話 就是把 零這個字的下一個字 OK 這到哪一個字 要不就入 要不就接 要不就到 有沒有 所以頭跟尾我知道的話 那我可以用MID 再把它切割出來 原理原理的大概是這樣 只是說 要怎麼把公式寫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第一個 歸納出來 可能先有零 其次是禮 其次是區 所以我們其實 你可以先從 這個儲存格 哪一個 F6的這個儲存格 那你可以怎麼樣 先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前面有用過 文字裡面有個fine 第一個fine 找什麼 找零 OK 所以你就把這個零 這個字先打上去 OK 找零這個字 然後呢 V10印 去哪邊找 去這邊找找看 有沒有 有 第11個字 對不對 按確定 那問題來了 你向上填滿 錯誤 向下填滿 有些也是 這個才有零 那其他 都不正確 所以怎麼辦呢 第二個階段 就是 如果 其實意思是說 如果找不到零 你就再幫我找 李 OK 那如果找不到李 再幫我找區 反正最後一定有區 反正我只要知道 那個前面 的位置在哪裡就對了 OK 那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有沒有這個都請字號開頭 前面講過 如果發生錯誤你可以用ifl去做判斷 有沒有 那如果錯誤的話 所以我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再插入一個邏輯 這個前面151那個 如果你假設對 我剛講這個函數不熟 我可以 再把前面的影片再看一下 ifl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做什麼 把我剛剛的公式貼到value 那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跟他講說 那你繼續幫我找什麼 一樣貼上 所以特別注意 ifl裡面貼兩次 只是說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把貼上的第二次 的那個 fine 裡面的那個字 改成叫做李 這樣的話呢就可以達到什麼效果 如果你找不到0的話 那你就繼續 再幫我找李 OK 好按確定 然後向上填滿 有沒有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錯誤的好像變少了耶 為什麼 因為呢 只要有李的 他就找到了 有沒有 所以李 那實際上 萬寧街就是在第九個字的下一個字 所以第十個字嘛 所以meat裡面的頭就有了 在尾巴如果算出來幾個字有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切得到的那個字 OK 但是呢 其實還有錯誤 哪個錯誤 這邊啦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0也沒有李啦 所以怎麼辦 一樣 再做一次 把這個ifl 公式再剪下來 所以喔 其實 這個地方有個小訣竅 也就是你公式絕對不是一次就做完了 沒關係你可以先做第一次 剪下來貼回去做第二次 剪下來再貼做第三次 所以喔 現在要第三 第三階段 剪下 再插入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呢 一樣ifl 把它貼上 如果還是有錯誤的話 那你就幫我找什麼 找那個 找區 所以先找0 再找里 再找區 OK 底下這個 不是從 不是在貼喔 這個的話呢 請你把它 把那個 fine 刮弧 0 G6 後刮弧這一串 就是剛剛貼的第一次 前面那一次 的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然後貼上 把這邊改什麼 改成 區 區 第三次 也就是說呢 如果上面這個情況是找0也找不到 找里也找不到 那就幫我找區吧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按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向上 這個就找到了 第幾個字 第六個字 所以第七個字就是 新生 北路 OK 如果假設了剛好 路都四個字最好就搞定 就是 給他四個的 就OK了 可是問題 他字數不同 那這個向下 向下填滿 看看 應該是這個 剛剛應該是這個 向下填滿 來看一下 那理論上呢 就全部OK了 底下應該就沒有錯誤了 如果還有錯誤就在 再找那個 問題點 然後再 把公式加進去 所以第一階段 我們透過這個公式 就可以知道說 我那個 路 的前面那個字 是哪個字 的位置 所以 出現的話呢 我要抓的話 這個應該是第九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第十個字開始 這個應該也是第十個字開始 那只是後面還沒結束 我們如果後面那個字 想要知道 在哪個位置的話 那其實 跟各位講一下 理論上應該 應該只有三種可能 要不就路 要不就街 要不就道 所以呢 其實 他的原理原則跟這個還蠻像的 只是去找後面的字 那所以其實 有個簡單的法則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複製起來 然後把 這邊的字 改成什麼 入 街 道 就可以找到 後面那個字 那我知道前面這個字 也知道後面那個字的話 那我把後面那個字的位置怎麼樣 把它 剪掉前面的位置 那就知道幾個字了 OK所以你可以在旁邊這邊練習一下 把這個公式 再複製一下 取消 複製取消之後貼到H欄這裡 貼上 然後把它改這邊 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 路 先找找看有沒有路 如果沒有路的話 再幫我找 找街好了 OK 另外的話如果找不到街的話 那就幫我找道 理論上道的話大概就是只有兩條路吧 一個是市民大道 一個是什麼 這在旁邊嗎 開達哥蘭大道 OK不過那邊應該 不太可能會有失竊案吧 OK 這邊的話就是道 好然後我把它按打勾之後 你把它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這個是第九個字 有沒有 這個是第十二字 所以把十二減掉九的話 那就是三個字 那在利用什麼 密的有沒有 把它做切割 答案就出來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段 零里區 入 街道 最後的話呢就是把這個工字 再減下來 插入一個MID 所以最後的話 關鍵的地方來囉 就是MID MID在這裡 字在哪裡 在地址 哪個字開始 剛剛的這個 零里區的這一段 記得後面加什麼 加一 意思就是下一個字 找到那個 零里區的下一個字 就是我要的那個路街道 然後呢 幾個字 把什麼呢 其實就貼啦 貼上之後的話呢 先改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路街道 意思就是說呢 找到那個路街道那個位置喔 然後減掉什麼 減到剛剛那個零里區 所以路街 到 然後呢 後面就減掉 減掉有沒有 再貼一次 減掉零里區的位置 那就會得到幾個字 三個字 所以得到就萬贏接了 OK 懂那個意思吧 這個 這個前面這個動作 其實就是什麼 這個得到的結果就是這個 就是把這個動作做在這裡 然後呢 後面減掉什麼 剛剛那個動作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做的 再貼到這裡 那這邊會是12嘛 這邊會是9 12減9剛好3 指的是幾個字 三個字的意思 所以從 那個前面找那個字的下一個字 然後抓三個字 所以得到的結果 那就會是萬贏接了 按確定 然後這樣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 就 全部 大功告成 有沒有 這應該總是比較快吧 所以你工作裡面 千萬不要塗髮鏈鋼 當然 你如果不會啦 你只能塗髮鏈鋼 但是如果你學過的話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什麼地方可以用這個方法 太多了啦 舉凡就是說 你只要找的資料是有一個頭一個尾的中間資料的話 那太多了 因為我 工作裡面常遇到 我只要 某個欄位裡面的部分資料 那部分資料的話 不是全部 我發現每天都有這種需求 尤其像之前還蠻多做電商的學生 問說老師 我只要這個資料裡面某部分怎麼辦 那我就跟他講 用這個方法就OK 他就馬上套用 好快喔 一下就做完了 OK 那如果你擔心做不出來或做錯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其實就這一段 做完就是 所以這個是第一階段 第一個 先鄰 再鄰里區 再改成路街道 有沒有 然後再一次 最後全部啦 如果你細節不太清楚 自己再體會一下 如果你可以體會的話 你的進階一定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你將來工作起來 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你會發現 感覺這個效率就十萬八千里 所以 請各位 試試看 先把 剛剛講到的部分 先試著完成吧 先試著完成吧